你有聽過哈雷彗星嗎? 有 是在中國以前 以前中國就有 對 那當然那個 哈雷那個時代 還沒有什麼 還不知道彗星是怎麼樣來的 經過哈雷的計算 他說有一年 他用歷史資料 他幾乎每幾年 就會有一張彗星很亮 所以就把這些紀錄下來 他就算了 那一年有一顆彗星回來 事實上他那一年已經死掉了 他死掉了 結果到了那一年 那顆彗星出現了 這些科學家就覺得 哈雷算到的是真的 所以就開始 就把那顆彗星命名 把那顆彗星命名為 哈雷 所以以後 從那時候開始 以後發現彗星的 就是以那個 那個人 秘密 彗星 像我們台灣又有人 台灣彗星就是